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火锅逛街 晚上还是蹦迪到第二天凌晨4点钟 吃个早饭回到家都凌晨6点 别的妆全部都戳了斑驳了 只有我的 为了让这个方法更具有说服性 会带着这个妆去做两个非常夸张的挑战 看看效果到底如何 这一次主要用到了有 吹风机 定妆喷雾 散粉 口红雨衣 粉底刷 美妆蛋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接着看下去吧 OK我现在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妆前护肤 到了要上底妆的步骤 粉底用的是我抛烂了的兰蔻其妆粉底液 一点点用一点点 第一步用粉底刷 再淋上薄薄的上一层底妆 就一定要很薄很薄 要有那种热油 热乎的飘渺渺 你不要管它瑕疵有没有资格掉 你只需要上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打开吹风机的低温吹10秒钟 这个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 如果你家吹风机只有冷热 两档 看你尽早 还换一个 第二步按照正常的量来上粉底液 把它摊在你的脸上 用打湿的美妆但均匀的拍开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很用力的去打你的脸 同时施加一个轻微往下的脸 很用力真的非常重要 真的是要非常用力 你可以听到 我打脸的这个声音吗 要有一种把粉底全部都拍进去的感觉 这样上出来的底妆 它的卡粉几率非常的小 我进击脸给你们看 看脸上虽然叠了两层 但是一点都没有卡粉 连毛孔都变得非常的细小 再打开吹风机低温吹10秒钟 第三步 喷一层定妆喷雾 定妆喷雾我用的是Makeup Forever 这款是我用了那么多下来 觉得最适合这个方法的定妆喷雾 因为我们这个方法要用到吹风机 所以需要一个保湿力 比较好的定妆喷雾 官方是说它比较是个干皮跟混干皮 但是如果你是油皮和混油皮 用这个定妆喷雾 再加上这个方法 你下来到晚上 你的妆一点都不会斑驳 如果你是混油皮 只是平常普通用一用的话 就不要选这一款 再用吹风机吹死你 主要主要我的骄傲放脏 主要主要不会我全惊惯 剩散粉 为了让我们底妆多到身上最强 所以散粉也要选择防水控油型的 用到的是花西子家的散粉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效果 这个手上有很多的油 我们铺一层散粉上去 瞬间就会变得哑光 再在手上来点水 没有一点要脱妆的迹象 就是为了我的中级底妆而选择 我买的是03装45 它有另外两个颜色可以选 粉铺是日本进口的天鹅绒 而且粉质好细 我这样一沾就感觉 我这个天空中有好多 那个很细的粉在飞 上脸也超级舒服 你看一遮之后立马变哑光 主要是它还可以隐形毛孔 填补一下脸上的一些小细纹 整体的妆效会特别好看 看这边破了之后就 超级雾面 眼睛底下一定要铺的 眼下跟眼皮是最容易脱妆的地方 还有鼻翼 我现在整个脸摸起来 真的是滑滑的 OK 上完粉之后要干嘛 对 用吹风机吹死你 这个时候 底妆已经完美 后面先按照普通的化妆步骤 正常上妆 回去化个妆 好了 我现在已经化完了前妆 拿出我们的口红羽衣 我用的是高丝的 你们也可以用眉毛羽衣 因为我们的眉毛眼线 非常容易脱 所以我们要再给它加把镜 用一把非常小的刷子 再去口红羽衣 就在眉毛上 这样子即使是爆汗 它都不会掉 搭完所有了之后 再来一层定妆喷雾 用G跟X型的喷法 出攻击吹10秒 OK 那整个妆就完成了 今天我会带着这个钟做两个绝杀挑战 看看我们的台风级底妆到底能不能成功 Round 1 健身房爆汗调整 Let's go 我现在已经爆汗结束一个半小时 看我的衣服全部都洗了 我的头发也都洗完了 对 全部都是汗 脸上也全部都是汗 我觉得你们出去玩天再热 也不可能出汗出到这个样子吧 但是看下我的眉毛 眼线 睫毛 眼影 连口红都变窄 而且非常完美 现在用纸把脸上的汗洗掉 看一下擦完汗的底装 一点都没有斑驳 一点都没有脱 接下来我们要去接受 吊响特别残忍的挑战 走吧 Round 2 给你们看一下这种 眼妆什么的 对啊 就是眉毛眼线 睫毛眼影 连口红一点都没掉 这样搓都不带掉了 牛逼啊 不要说台风了 海啸都可以 现在把那个水 浮水擦掉 真的还是异常的完美 是不是 一点都没掉哎 哇 感觉这个水沖了之后 它的妆更好看 这好透亮 真的挺好的 这个 连睫毛都还在 就容易晕得眼线也没有晕 我女士宣布 抢战成功 如果你想要那种 完全融合进你皮肤的底妆 你真的可以试试这个办法 用完之后你真的会更爱我 我现在整个底妆 对它还是超级棒 就是鼻子都能竞选 最后 依旧别忘了 转发评论点赞 爱你们 我真的好惨啊 衣服裤子全湿了 我像是在水里面 淘起来的水鬼 台风天出门了 真的太难了 我太难了 现在台湿真的太不容易了 他妈的还要把自己冲成六颗的样子 好了不能再搞了 要去洗澡了 拜拜 拜拜